为了提升台东听障者生活品质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结合了原件天籁列车 举办慈善助听器捐赠活动 捐赠了200台的助听器 在2号扩大主管会报当中举行表扬仪式 感谢他们的爱心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结合原件天籁列车 举办慈善助听器捐赠活动 由原件大和职饭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捐赠了200台备有蓝牙系统之额报助听器 让听障者佩戴助听器提升生活品质 台东县政府也在2日扩大主管会报中举行表扬仪式 表达感谢 县长饶倩林表示 以往高龄者佩戴助听器的比例较老花眼镜低 而大部分是因为价格昂贵 外界观感、自身形象或是无法适应 透过原件提供的免费听见与捐赠口袋型助听器 希望可以协助更多听损的县民或是重听的长者 社会署也提醒原件天籁列车免费助听器的申请条件为 涉及在台东县双耳听力损失达60到90分贝 领友听觉相关身心障碍证明者或者是65岁以上民众可以优先领取 活动从即日起到111年12月31日为止 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踊跃申请 记者判这一综合报道